藏地熊齊美海的 来到我们接下来的这个session 那这个session是青年参政 那年轻人其实是很重要的 在开放政府或者是任何公民参与的活动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跟刚刚上一场的组成一样 刚刚上一场刚刚有看到有台南市政府的伙伴 然后也有民间的伙伴 那这一场一样是有我们的青年署 青年发展署的科长黄家庭 然后以及我们开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 有一个委员会 那有政府的委员 也有民间的委员 那王轩如是民间的委员 他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 然后就很年真的真正的青年 这样子来为我们分享说 那他作为一个学生的时候 他是怎么去参与这些公共政策 以及后来他可能engage更深的一些想法 那这一趴一样会先有两位各十分钟的分享 后面二十分钟就会进行slide QA的交流 那接下来时间就先掌声欢迎家庭科长 好那谢谢主持人的开场 那就是现场还有那个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那我今天是要来分享就是有关于我们近几年在推动的一个Let's Talk计划 那如何来促进青年政策参与 那其实青年政策参与就是我们最近常听到大家跟我们讲说 就是青年Let's Talk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那他可以促进青年参与公共事务啊 关心青年 让青年关心政府的政策 那其实呢我们会就是有办法做到那么好 我觉得就是我们必须要先感谢两个人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的清副会时期的主委郑立军 他在大概十多年前 他就把沈亿民主的一些观念带到清副会 让我们一直推动到现在 那另外一个要特别感谢的是唐政委办公室 因为从Let's Talk计划第二年开始 那我们就是每一年就是从整个计划的拟定 一直到事后的一个检讨推动 那政委办公室也从来都没有缺席过 那所以也为Let's Talk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为什么要办Let's Talk这个计划 最主要是因为在大概大家应该也都很清楚 是在318学院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自己在我们的办公室上面 然后我们看到青岛东路上面 还有中山南路上面 危惧了非常多的学生 那就会在想 就是我们如何 其实也不只有我们 因为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 青年署的一个工作 就是本来就是促进青年的政策参与 那可能也不只有我们 包含很多政府部门 那时候应该也都在思考 如何把让青年的力量进入到政府的体制 那所以说那时候我们也开始 就是思考用怎么样的方式 有办法达到这件事情 那所以说我们那时候 第一想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就是希望说 让青年有办法来共同 进行一种就是政策讨论 把他们关心的议题说出来 那那时候也跟几个青年朋友们 一起来讨论说 那我们这个计划到底要叫什么 那那时候唯一的共识就是说 不要再叫青年了 就计划名称不要有青年 然后不要有论坛 那所以说我们就想说 就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那就叫Let's Talk 来讨论吧 那所以说就是这个计划就那时候就开始 就是在大概107年的时候开始形成 那后来我们就大概这个计划最主要在当初一开始 是希望让大家可以在不同的意见里面 找到彼此理解共同前进的一个道路 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有在有唐正伟办公室的加入了以后 我们那时候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其实这个计划可能有唐正伟办公室加入 我们一定有如神助 然后就是一开始就一定会被人做得很好 其实我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第二年那时候 我们想要就是融入开放政府 跟就是审议民主的一些精神 但因为想要做的事情有点太大 然后所以其实我们一路上呢 也是就是在也是遇到一些壮强期 那我们就是如何就是克服这样的一个壮强期呢 那比如说就是要分享的是 就是大概就是第一个是 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本身 Let's Talk议题的设定方式 我们大概在第一年的时候进行做Let's Talk 那时候就其实也没有什么议题设定 那就是让大家 让青年讨论他自己想要讨论的问题 那可是后来发现说 其实大家关心的问题真的很多 然后最后我们总结 那一年大概青年关注大概有九大面向 那因为青年意见多 那可能最后他的力量就没有办法形成 所以我们在第二年的时候 我们就是变成了四大主题 那这四大主题分别是 教育创新、地方创生、媒体试图跟部落发展 然后看起来这四大主题都感觉蛮高上大 但其实好像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 那我们也很难说出说他这个东西就是青年关心的 因为大部分可能都是最后被搅拌下来的主题 那所以说我们发现就是如果是这样的主题设定方式的话 其实在最后的一个讨论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并没有办法有效的聚焦 所以后来我们在大概在就是检讨过后 我们就是那时候在第三年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去年 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好 那我们的议题的设定必须要跟青年有关 所以那时候就是先以SDGS为基础 再去找那时候2020年总统的 就是总统候选人他们的青年证件 还有就是民间团体他们的一些就是有关于青年的一些青年政策的白皮书 然后找跟SDGS有办法扣合的 然后最后我们委托青年民主发展协会 帮我们完成了一个台湾青年关注议题的调查报告 最后我们开过几次 跟青年朋友们开过几次会以后 然后最后决定用当就是社会青年跟在学青年 他们共同最关注的一些教育跟劳动议题 来作为我们的主题设定 那也就是那时候我们确定 我们的Let's Talk的主题 它必须要青年他们来做行程 那也必须是由下而上 而不是政府来指定说今年的主题要讨论什么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分享比较重要的改变呢 是我们有另外办理一个 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增加办理一个第二阶段Let's Talk 那我们在第二次再去推动Let's Talk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是没有这个第二阶段 大概就是30场青年朋友们 他们所提出来的议题 然后之后呢 我们就可能在成果分享交流会 就是一个政府跟青年见面的一个场合 然后就是在成果分享交流会之前 我们办了一个会前会 那在这个会前会里面呢 最主要就是要确认青年意见的分案部会 还有部会的回应方式 那时候我们找了亲资委员 还有部会的代表一起出席 分场来去做一些意见的交流跟讨论 那理想上我们会觉得说 可能经过青年的转译 可能部会代表会比较理解说 当初这份结论报告里面 青年他们想要表达的意见是什么 结果其实也没有 因为最后发现我们在最后那一年的成果分享交流会上面 其实就是青年跟部会之间的对话还是很严肃的 没有达到就是开放政府的一个协作的效果 那所以说后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也就是那时候第一次就是增加办理这个第二阶段 就是目的就是为了要收容它第一阶段 就是三十场的这些青年意见的内容 那这个第二阶段的意见呢 其实我们也是用青年 就是那三十场的青年伙伴们 他们自己勾选他们想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然后最后呢我们把它形成大概五到六个面向 那每一个面向呢 我们分别找到就是相关的利害关系人来进行讨论 那让这个意见就是有办法再有更多元的面向 那所以说就是那一场办理完了以后 其实我们也会觉得说就是他真的有办法让 就是部会能够理解就是青年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那青年也有办法理解部会他们在实际执行上面的一个困难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增加了办理这样的第二阶段的talk 那所以说我们在那就是实际上面 就是经过这几年我们就是会开始调整一个心态 那就是其实公共参与他本来就是一种尝试 那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动跟调整的过程 好那再来就是一个我们蛮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青年他是不是真的很在乎的政策讨论 那过去我们自己本身对let's talk的定位 就是包含培力青年跟促进政策改变 当时在这两个目的里面我们自己就是拉锯了很久 那不过呢就是因为毕竟培力青年他是一个比较容易达到的目标 那后来就是可是我们发现就是真正有办法 愿意就是有办法吸引到青年来参加let's talk 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有办法改变这些 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国家跟这个政策 对所以说就是促进青年改变这件事情也真的很重要 那这也是一些就是比如说国外的政治学者 他们有提到过的促进青年政策参与他可能的关键因素 就包含了一些参与意愿能力跟网络 那其中就是促进青年政策改变那其实就是一个政策的效能感 就是青年他相信他自己可以改变这一些就是他所看到的一切 那所以说不过呢就是let's talk这个部分 他到底就是有没有办法就是其实我们就也蛮蛮常遇到就是说就是let's talk 他到底有没有办法真的促进政策的一些改变或是转化 那不过呢就是我们也发现说实际上他有很多的就是 只要是青年提出的问题是有办法解决 其实政府部门他都愿意立刻去解决 对那不过呢其实我们也有义务就是告诉青年朋友们 其实let's talk呢因为他不是一个许愿词 讨论结束以后我们要把这些意见纳入到政策 他其实还会需要更新的规划 那所以说这部分也是开放政府的目的 因为我们需要让政府跟民间一同来努力 好那我的就是分享到这边先到这边结束 好谢谢佳玲科长那我们就直接就事不宜迟 也请轩儒来分享下青年参与的观点 哈喽大家好我是轩儒 那在简章上面好像就是介绍我是大学生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就读于中原大学 室内设计学系三年级的轩儒 那你可能会想说奇怪怎么觉得是室内设计 你有沒有听错 你今天来参加不是开放政府的国家行动方案 相关的这个算是一个工作坊吗 怎么会找一个室内设计的人来讲 那这个就要讲到我在高中的时候 也算是曾经是一个比较什么都不知道的高中生 那在那个时候刚好很有就是幸运的机会 在上一个公民课的时候 老师曾经分享过唐凤之伟那时候 刚提出来的网络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因为一个公民的作业 所以在那个网站上提了全国建计式禁止使用免洗餐具的案子 那因此获得了5253票的支持 后来因为这个会议的提案的关系 然后甚至在就是有跟一些行政部会啊 还有比如说环保史衛福部 然后甚至是跟相关利害关系人 比如说免洗餐具的业者有进一步的去讨论一些这些想法 其实是最开始的一个契机 那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 跟大家分享主要的方向就是整体 因为可能大家还不太认识我这个过程 所以先讲到前面的过程 那中间的话我想要提到一些现在 因为之前的经验 所以现在又刚刚好进的 国发会的行动 就是这个国家行动方案小组的民间委员 那我会分享在里面的见闻 然后在最后一个部分我会想到的是 可能的可能 因为大家都一定会有对这个议题有想法 一定是希望你们能够做些什么 或是你老大一定有些想法 希望你可以让整个社会的状况 或者是哪些你觉得既定的制度 真的是太low太逊 一定要被改变的 那我在后面会想要分享一些可能的可能 可能跟既定的想法不太一样 但是这是身为设计师我必须说的 所以从前面开始想讲到就是 在刚刚开始开会的时候 其实在提这个减速 不要用免洗餐具的案子的时候 其实多多少少都还是有收到很多声音的反馈 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就有可能免洗餐具也就说 你为什么不找女性的卫生棉 她们也是一种一次性的东西的浪费啊 那或者是在网路上也会有民众觉得说 那你用环保餐具 那你洗一次的那个水的那个废水量 不是也可以拿来制造那些免洗餐具 意思不是都一样吗等等的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无形之中就很训练了我的怎么讲 逻辑思考能力 就是你会觉得 我当初提出来这个想法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声音 有不同的利害关系人 必须去考虑 所以就是当我从一个听政策下来 比如说今天有什么新政策 到真的去执行或者是算是参与 当其中一个人的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过程是 就是角色 当我角色已经换了的时候 所见的眼界其实是差非常非常多的 就是当你不是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 你以为他就是会遇到什么问题 但实际上他会遇到冰箱的更多 所以有了这样的经验之后 后来在大一的时候 去年 那就收到国发会的邀请 来到了这个国家行动方案推动小组的 民间有人担任这个工作 那在这个风作里面我就发现到了 一开始我当然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我知道今天来的可能是有些 可能是跟政治学系啊 法律系啊 经济系 社会学系有关的 那你们一定都比我更专业 知道这些 可能议程啊 或者是里面一些 专用名词的运用之类的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我连什么OGB KPI MSF 这完全都听不懂 超级吃力 那后来在那个会里面就是 我觉得以我自己的观察的角度来看的话 在里面其实在各个大大小小的部会里面 其实大家公务员 其实他们都有非常多的想法 就是应该说不是想法 应该说他们有很多 必须被迫实践一些实践目标的实力所在 因为每次当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以Let's Talk的会议来讲 好了 我每次在听家庭科长分享完 他们可能整个部会 当一个月的做的一些进驻啊 进展啊 然后民间委员就开始在发问一些 有的没的那种 就是我们有想到的问题 然后我都不知道到底会不会 工部门都觉得我们这群民间委员脑袋 到底在想什么的感觉 那在整个过程里面你会发现 我自己的感悟其实还蛮甚的 就是比如说今年的主题是 Let's Talk的主题是心理健康 这其实是大家从大约三四月左右 就开始慢慢筹备起来的 从一开始议题的设定 我们是要做居住啊 居住正义或是心理健康 开始去投票 然后去参与 说我们觉得哪些东西是对 这个世代的青年最重要的东西 开始去着手 那后来还甚至邀请很多 心理资商师进场 然后来跟大家分享 他们的经验 跟整个办活动的过程 其实是需要什么样子的条件 或者是需要什么样子的防御措施 或者是承接这些窗口的能力等等的 那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一个过程的学习 所以在看到这些意见 能够慢慢被一次一次的开会 然后被融进去整个活动的举办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真的开放政府是有让这些能够参与进去的青年 比如说我的声音 是能够被实际听见 而且被真的发挥在整体规划里面的 所以这是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因为我真的不是本科系 所以这是蛮难得的经验 那在整个分享完大致上的经验之后 你可能会觉得 你好像必须一定去参加 比如说你想要去当议员 你想要当立法委员 这其实都OK 或是你想用任何政府部门相关的资源 比如说像Let's Talk 是一个很适合青年的平台 或者是能想得到所有资源 去参加占与政治这件事情 那你一定是因为你有想要的改变 所以你想要做出那个样子的改变 但是还有什么可能的可能 这时候就可以分享到一个小故事了 在2018年的日本的一个叫做Good Design Award 里面提到了 里面有一个僧容 她因为看到了一篇新闻 是因为一个单亲妈妈她自杀 因为她觉得她的心理压力很大 她没有办法顾好那个小孩 她就是在自杀里面提到说 对不起 妈妈没有办法能够喂饱你 那那个僧人看到这个新闻 她就非常的震惊 她就去调查了 每七个日本小朋友 就有一个是吃不饱的状态 那在日本跟台湾的寺庙 习俗其实很不一样 我们都会把拜拜完的水果 带回家吃嘛 那在日本 他们是会留在那样子的寺庙里面 去给就是僧人使用 那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吃得了那么多 因此那僧人就会想到 要做一个临时俱乐部 他就把召集很多寺庙 跟很多的其他的相关的 愿意参加的这些伙伴们 他们就参与进去了这个活动里面 所以他们就把那些剩的食物 全部都分发给他们能够帮助的小孩子 因此这整个计划也成为日本当年 就是2018那个年度的最大奖的得主 那可以看得到 这其实不是任何一个 跟政治相关有关的操作 但是他们却能够 因为观察到生活的需要 发现生活的问题所在 然后在你们自己 即便不是特别参与政治的立场 你们可以用自己的位置 在自己的位置的力量上去发挥 你能够所做的改变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设计 所以如果你想要成为那样子的生活 甘地有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想要有那样子的改变 你自己必须开始成为那第一个改变的人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你的位置上 做出什么任何有相关的力量的改变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 那就是以上我今天的分享 好那就也谢谢轩儒的分享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到20分钟的QA交流时间 然后现场萤幕这边先帮我把slido show给两位讲者看一下 那我也先在中间再串场一下 因为刚刚slido上面已经开始有讨论了 就是已经在留言区就有讨论起来 那因为最高票的这个题目 其实底下有一些人有先回应 所以我先念一下因为那些战术比较低 我怕就不会被看到 最高票的这个问题是 会参加青年署活动的青年 是不是都是一些比较精英的这个青年 功课好名校背景 那这样参与的成员会有多元性吗 还是说青年署会去主动找寻不同的青年族群呢 那底下有几个slido上面的意见已经有回 有一个意见是说会参加青年署活动的青年 冒号见过的大多数都是青年委员们 加学生会成员 加有钱喝哑郎 加少数其他人 这是其中一个针对这个问题的slido的回应 另外有一个人想说 他说想回应一下 同样是会参加这个的问题 他说这个未必是全然 我自己是不太会读书的学生 也是不读名校的学生 所以参加的人尽管是再聪明的学生 我们也会有个人的想法和见解 那这个问题在slido上面 可能赞数比较低 因为比较新的留言 那还有很多的讨论也欢迎大家在上面 可以继续看 那这一题再会也请两位讲者回应 然后后面的问题就 第二题其实也有点类似最高票的 就是跟青年的参与 如果是在外地读书的话 跟外地的连结较少 可能受到地方政府的忽视 那地方政府如果没有父权 empower的话 青年怎么参政 以及后面有好几题 其实都是对于青年署 在做let's talk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他实际对政策的影响 还是说他只是一个练习 就很早就有一个slido的提问的人 有对家庭科长的简报提出一个说 难道let's talk 只是一个体制内的练习吗 他只是一个像是实验一样吗 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影响政策吗 这个部分我觉得家庭科长 刚刚简报里面 其实有做一些回应 但可以在深入的对 因为slido上蛮多朋友 是对这种就是let's talk的结论 最后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成效 实际上侦测效果有疑惑 那这几题就交给两位来做回应 那我们想还是先从家庭科长先讲 好因为就是刚刚受限于时间的关系 所以其实我没有办法就是讲到有关于就是精英的这一个部分 所以老实说就是政治参与这件事情 老实说他一开始他本来就是比较精英式的参与 那我们一直很希望说能够打破这样的精英参与 他就势必会需要有一些配套措施 因为他必须青年他必须要懂得政策 又有办法参与讨论言之有误 他其实相对来说是有一定门槛在的 那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降低这样的门槛 也就是刚刚在简报里面其实有提到的青年的参与能力 我们要把这样的参与能力让他更加负权 让更多的青年有办法能够就是知道说 就是他有办法自己有能力来去参与这样的talk 所以我对Let's Talk这样的计划 其实我把它大概分成青年的参与大概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是可能是主办的团队 那主办团队相对来说他会需要比较组织动员性 比较强一点的青年他才有办法可能办得起来 那另外一个是与会的青年 那再来与会的青年我们或许可以透过一些配套的措施 来降低大家参与的一些门槛 那再来就是可能就是我们的主持人 那主持人这个部分其实是需要受过培训的 所以说我们大概如果以Let's Talk来这样看的话 我们大概可以把青年的参与大概分成这几个层次 那青年的参与我们刚刚所提到就是 如何降低青年能力的参与门槛这个部分 那我们大概就是在过去的实体活动上面 我们就是比如说就是针对比较偏乡地区 或是特定身份的青年来让他们 就是保住他们往返的交通费 那让他们有机会能够来参与到各个地方的一个政策讨论 这是他们关心的议题来参与讨论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其实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老实说我们也知道有些讨论它不得不改成线上 但改成线上会不会造成的一些数位落差 那这部分也是我们在思考 如何让这样的一个数位落差能够降到最低 让所有的青年他都有办法来参与讨论 那所以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也在思考 这也是我们今年的习题 那另外一个有关于就是是不是都看到青年委员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就是他愿意担任青年委员 他可能就本身对于政策讨论 他可能就比较就是热衷 所以他会去参加很多场次 那可能就不小心被大家经常看到 那可是我们在Let's Talk裡面 其实并不是全部都是青年委员 那也必须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我们在Let's Talk分成 之前在推的时候我们大概分成两种 第一个就是在专案合作 另外一个是青年字体 那专案合作的部分我们最主要是找 就是他本身对于这个领域里面 比较有相关的或长期在推动的一些 非盈利组织或是社会企业 他们来办理这样的Talk 因为他组织性强 他相对来说他要去办理这样的Talk 是不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青年字体的提案 那青年字体的提案这个部分 虽然大家都有看到就是可能 就是有很多的提案 但是老实说我们对于就是每一个提案的 也是非常慎重 就包含刚刚可能会有一些委员们 他们提了好几案 但最后呢实际上还是只有录取一案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先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这两 Let's Talk他大概进行的方式 会分成这两种 因为我们会希望就是有让更有 就是他可能对于这个议题 他本身有很深度研究的一个组织 来带领就是其他的伙伴们一起往前走 好那我分享先到这边 我刚刚刚刚就来讲哪一个 现在最上面那个好了 什么时候年轻就等于无法提出具体的意见了 这一题 那我就觉得嗯 还就是没错 一开始其实我曾经觉得好像自己的身份 没有好像特别的适合在国发会这个议案里面 但是那时候就是有曾经听到一个分享是说 因为有不同的相关的生活背景的经验 所以会有不同的想法提出来 所以我觉得能够以自己的生活经验 然后端进国发会 我觉得这很像是一个难得的经验 就像是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 然后用看一个非常非常平民的方式 然后去看这个就是整个政府运作的模式 是怎么样子去让政策去推动 或是让活动能够成功的去办理 这是我目前的角色的确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是蛮能够认同她的想法的 那宣如刚刚家庭的那两题 有没有从你的角度有什么观察 譬如说对于是不是真的比较精英的青年才会参与 青年组的活动你的观察是怎么样 嗯 大家觉得我是精英吗 这是好问题啊 但是大家所谓精英的定义是什么 是一定要当台青交成政的那些大学生 算精英是吗 对 那我觉得那自己 我自己可能就算是一个稍微中间的例子 没有我们家并不是比如说真的到 可能状况很不好啊 然后是比如说是有多 那叫什么 外籍的家庭或者是单亲或者是原住民等等 那种稍微更需要社会帮助的家庭 但是我也不是那种真的是台青交成政 所谓就是可能就是对这些制度非常非常清楚的人 所以我觉得 但当然我还是有在整个开会的过程里面 也还是有看到很多不同的部会的教 不同大学的教授啊 或者是一些相关背景比较 但是我发现 我有发现到他里面的一些参与的与会者 他其实并不是 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他们的学历背景如何 但是我觉得就是他们会在整个部会里面找的人 其实都是跟整个议题有相关 比如说就是曾经 我都一时间讲不太出来 就是他们都是已经曾经在这个背景里面参与过很多活动 相关经验的人 对对对 所以觉得在精英这方面的话 其实没有到真的像唱片讲的这么的精英 maybe可以这么说 好哦 轩如这边因为刚好有一个题目是有十个战术 然后其实我觉得跟刚才的题目也蛮像 而且是直接指定你回答 所以我想这一题我先过一下 这边是有一个一直想参与Let's Talk的大学生 用这样子的名字在提问说 有一位朋友他一直都有在关注Let's Talk 他也有看到网络参与的懒人包 那像刚刚轩如讲到的这些举办的活动论坛的方式很规范 那如果以一个大学生的角度 其实感觉要蛮花时间的 那想问两个问题 一个是轩如讲是在大学 课业跟公民参与工作的调配分享 另外一个是有没有让大学生可以入门 青年参与的一些活动或工作坊呢 我自己的话是在 谢谢提问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我自己本身 其实在大学念 其实是很忙的科系 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设计系 是熬夜爆感 其实真的是这样 就是可能如果时间稍微一点点 混乱掉的话 其实课业跟这个会议 其实是会蛮有点调配不过来的 那我自己的方法是在我 因为已经每次在开会前的时间 其实都是大概半个月 一个月以前都已经定下来的 所以当天就会知道 在事前就已经知道 这个活动已经是先放在那儿了 所以这时候就必须好好知道 你既然已经 既然确定你自己有这个活动在那里的话 那我们就必须已经自己调配好 自己必须做的比如说 学业的分配的时间啊 或者是你本身自己课业 或者是学校公务的安排 其实都要好好的规划好 但是这就是你真的去做了之后 你就会知道时间该怎么挤 就会挤出来的 那虽然有时候是很累 但是如果是你真的喜欢做的事情 那它其实就是 你会想办法让时间是有够充足的够用的 那另外讲到要怎么入门青年 参与的一些活动跟工作 但他可能会觉得要去Let's Talk 要组队 然后要有想法 要提案就觉得哇有够麻烦 但是其实青年的参与 政策参与 其实在各个大学 应该已经陆陆续续 有一些工作坊 可以刚好可以参加 比如说像我刚刚好在昨天 就在翻我们的校网的时候 就刚好有看到 学校的同事中心有办了一个 青年参与的一个活动 它也是有点类似想要 叫大家去提案有投PPT的那种过程 但是它里面提中最刚开始的方式 是参加一些讲座 可以去听别人的分享 然后去听别人怎么说 因为我们总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但我觉得去听讲的方式是 就是帮助自己很大 可以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方向的一个方式 因为当你听别人分享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提问 那你有自己有在思辨 你真的有想法的时候 你就会在那个听的过程中 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就很像老师上课一样 老师在讲话的时候 你一定会自己一直想 这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你会觉得老师讲话 是对的或错的 当你有这样的思辨的时间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慢慢的开始知道 你自己想要做的方向 所以有点像是在前人的经验之下 然后慢慢的知道自己想要做的方向 跟目标在哪里 这是我提供的小建议 好 学生先容我再 就是不好意思插话一下 因为这一个题 拉出来刚刚一开始 最高票的题目 就是关于这个精英与否 然后后面我看到slido 有很多在对于就是 宣如刚刚的分享 有一些feedback 那我想要在这边 中途再打菜一下的是 我想刚刚slido那个题目 之所以会最高票 那个所谓的精英 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想像 可能不太一样 可是都指向了一个问题是 有些人想像的是 参与的人 他本身的知识 对于公共政策的知识 够不够 足不足够 有效率的 可以跟公部门达成协作 然后去产出公司协力的结果 可是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层次 是在讲他本身资源跟条件 譬如说我可能是一个 饱读诗书的公共政策博士 然后可是我住在阿里山 那可能也是一个 就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在刚刚的分享里面 就是大家对于 是不是要有一个足够的条件 才可以去参与 足够条件的青年 才能够去参与公共政策 这件事情 背后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想像 是不一样的 那宣如刚刚的分享里面 有举到一些例子 我觉得其实他是在反之说 他自己的确有一些 他觉得他是比较幸运的 某一些角色 有一些条件 所以他可以去花时间参与 然后可能不需要受到 经济的上面的窘迫 那因为刚刚slido上面留言 有人说好像他的举例 譬如说像是原住民等等 这些东西好像是标签化 但我觉得其实那个东西不是重点 而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意识到一件事 刚刚slido上面那个提问 很显然是一个大学生 或高中生提的 那宣如在讲话的对象 其实也是 就是他们需要被听懂的语言是什么 如果我们一直执着在 一定要最政治正确的词汇来去 或者是最没有错误的版本去沟通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会流失掉某一些 不管是青年或是所谓弱势 或者是所谓资源条件等等 比较不好的人 跟他们沟通的机会 那所以我想要特别因为我slido上面有这样子的 我想要中间就先来做这样的一个补充 那接下来就是 因为也同样有一提示很高的是 关于地方政府 因为家庭科长是青年署 是中央嘛 那宣如的参与 刚刚听起来 join平台也是国发会 也是一个中央 然后就是这个国家行动方案也是 那关于地方政府的参与的这一块 是不是家庭科长还有宣如 你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 也可以跟现场的大家做一些分享 地方政府的部分 有吗 譬如说宣如自己在中原大学的话 是桃园 还是桃园就比较没有接触的经验 桃园就对 比较少 OK 这边是没有 那如果没有的话 家庭科长这边会知道说地方政府的部分 地方政府 其实青年参与政府的政策 老实说它大概有几种模式 它第一个就是开委员会 那第二种就是担任亲资委员 第三种就是类似像Let's Talk 这样子由政府部门所主举办的活动 邀请让青年们来进行政策的讨论 那我觉得刚刚这话后面有提到 就大概是亲资委员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就是 嗯 其实亲资委员 我们相对来说 我们会认为说 就是其实 他委员们他所拥有的资源 他是较多 比较多的 相对来说 他能够第一线跟政府部门来去做接触 所以说 当然 担任了亲资委员 他就有一定的义务跟任务 他必须要来传递青年的声音 只是说 现在来传递青年的声音 他其实有很多种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 就是会有今天这样的论坛 就是让青年们有机会 可以直接跟政府部门来去做 直接的面对面的一个对话 那我相信就是其实有很多种方式 他都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效果 好 那因为那个slide上面的讨论真的很踊跃 大家除了看就是现场的画面 也可以在slide上面跟其他的 其他的朋友做一下交流 那我还是要再说一下 就是我们都可以从现在的这一个活动 就可以看得出来 沟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是特别是 譬如说我们现在有实体的伙伴 然后也有线上的伙伴 那为了要可以兼顾寒荣性 譬如说假设现在有人在阿里山 他也可以参与 可是我们有可能就 因为只用文字的沟通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错失一些 也许是表情 或者是现场的氛围那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资讯 那所以我就slide上面就容我有一些问题 可能虽然他的战术很高 不好意思我就可能就往下再跳 那刚刚家庭科长已经有针对 这个Let's Talk的二阶段的 这个规划有在做更详细的一些说明 那我不知道大家 熟不熟悉Let's Talk这个计划 我想他因为是在青年署底下的一个活动 所以势必会有这个 受到可能有一些政策 其他部会所管的话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局限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可能也还是再往下跳 那还是先问一下现场有没有人 要直接就是举手 然后发问或者是分享的 现场有吗 就是针对不管是刚刚的分享 或者是任何的提问 好这边有一位朋友 那我现在提问 那你先帮我递麦克风 然后我寻求一下BBB 有没有人是要口头的 BBB这边没有人要口头吻 那就现场这位朋友 帮我们用麦克风做一下分享 麦克风太多了吗 好 大家好我是燕婷 身为一个曾经协助过青年好证举办的人来说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参政的一个初始的意见平台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那我们当初对于青年好证能够达成的共识 说实话期待并没有很高 可是透过这个活动的举办以及这样子的讨论 我们接下来接续的去凝聚不同的意见 所以后来的行动方案其实并不是在青年好证里面凝聚出来的 可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可能在回复意见的时候 然后往往会觉得说 诶 这样子的方案 我是不是可以很快产生行动方案 然后很快的可以有一个落实的措施 但事实上他其实是一直滚动的 那所以我们后来也是 因为当时的议题是针对在地的这个艺术文化政策 那后来这一群青年 这个艺术学会他们自己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个讨论方式 那也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去做了一个增进 青年艺术家的一个发展的跟策展的平台 所以我想要说的是说 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青年好证有一个非常好的入手 可是对他的期待 是不是说我一定要获得政府的回应 或是说我们的提案要成熟到政府能够支持我们 其实你自己可以支持你自己 对 这是我的分享 非常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 我觉得就像上一个 上一个阶段的题目一样 我们都在讨论说有没有一个破口 其实各位啊 开放政府跟生小孩一样没有办法一步到位啊 就是其实我想Let's Talk也是一个破口 那很不好意思 我刚才用了比较多时间做程序的处理 我知道时间已经到了 但是在最后还是请两位讲者各一分钟 帮我们结束这一个session的分享 那是不是从 还是从家庭科长开始好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线上有一个提问是 要火头发问吗 好那线上 我们就让那个线上的BBB的朋友 现在声音来做发问 好我听到我声音吗 就是我是叫冠佑 然后我原本其实是去年参加Let's Talk 但是我就像是你们那个slido里面大家讲的 就是没有资源 然后也没有说会不会读书 那也不是读名校 就是那个里面都是我回应 就是我既不是读名校 然后也不是很聪明的学生 然后也没有实际上任何资源 所以其实我根本不了解开放政府 但相对应的 如果你们对于这些想要参与 就是青年参与的部分 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是慢慢的从Let's Talk的与会青年 你就会渐渐的学习到更多 或者是你可以再从与会青年过程中 你去多认识一些你觉得不错 或者是大家有提问的一些伙伴 你这样子其实可以得到更多资源 就是你会渐渐的会比人家的手上资源更多的时候 你是不会觉得说今天我们没有青年的参与 而是你会觉得这些资源其实你运用的不完 但相对应的 你必须要找到你自己的一个初衷 跟当初你所坚持的议题的理念是什么 这点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都会忘记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再多去想想看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青年参与都已经 大家都是已经很踊跃的方式的时候 那我们要的青年参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什么 就是当初大家青年参与 既然大家都已经够参与的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那我们要改变的东西是什么 好 以上 非常谢谢线上的这位朋友的分享 那我想不管是上一场的Howard 还是这一场的青年的朋友 以及参加过Let's Talk的伙伴的分享 都已经是最具体的实践了 就是民间参与的可能性跟可贵性 以及这个东西其实很难是单靠论述上面去攻防 去得到一个答案 而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出现才是最重要 那我挣了太多时间 最后还是让轩儒跟家庭各一分钟 然后我们结束这个session 那就先请轩儒 OK 好 那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再参与这个会议 那我想就是主要分享的过程 就是可能可以看得到就是用一个经验的分享 从高中的时候参与过公共网路 公共政策网路参与平台的过程 然后后来到国发会的开放政府的小组的会议里面 这主要算是一个经验的分享 那不管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可以从这样子的经验里面 真的能够得到什么 都希望刚刚的时间能够让你是有办法 能够让你给你一些小小的tips 就是让你能够想到更多所谓我刚刚最后一直想强调的就是可能的可能 这部分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 那我就是也先回应一下就是谢谢刚刚两位就是分享的 那我觉得就是也分享的很好 那就是我是觉得说就是在整个政策参与过程当中 带给我最大的就是改变应该就是耐心 因为我会发现就是有些东西它其实可能不是一触可乘的 尤其当很多意见一起进来的时候 那我们希望让这个意见有办法 我们希望让这个意见有办法可以有办法落实跟承岸的时候 它可能会需要花费一些时间 可能不是提出来它就立刻有办法做到的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也很欢迎就是 就是未来就是有些青年朋友们 你们可以就是一起来提案 然后或许大家可以一起朝更好的地方 一起来互相学习跟迈进 好谢谢夏丁科长 那我们就掌声谢谢两位的分享 那就待会会进行非常简短的休息 然后就会回到这个现场 然后进入我们最后一个session 那因为刚刚slido有人就是质疑 对不起就是询问就是 好讲作为主持人的 我刚刚似乎打了一个原场 可是如果是有权力的人 话语权的人 为什么不能受这个挑战 那我想要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澄清 宣儒是民间的委员 他是自愿自发的参与 在这个国家行动方案里面 那如果今天台上坐的是处长 或者是真的有证悟实权的人 就是我接受这样子的批评 可是我觉得今天这个场合 我之所以跳过某些问题 或者是打某些原场 是希望让现场的这一个活动的任务 可以圆满的进行这样子的对话 而不是因为今天 并不是要来咨询官员的场合 也不是一个实际上 可以影响政策的场合 所以我选择这样的方式 那就谢谢大家指教 那我们下一个session 会准时开始 那大家就是短暂的休息 谢谢